这位大臣濒临死亡的边缘 然而突然出现了一把钢刀 拯救了他的生命 而那位拥有钢刀的人 正是奉命而来的侍卫统领二虎 原来这一系列事件 都是朱元璋安排的计划 当杨宪得知 吕长手中握有一份 指控他业绩造假的撞书时 他指使三名下属 在朝堂上陷害了一场 指责这位户部尚书 不仅贪污了太长寺的工程款项 而且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朱元璋明白杨宪在背后操纵一切 于是顺势而为 将旅厂直接投入天牢 随后朱元璋派遣刘伯温进行调查 很快就得出结论 首先旅厂并没有贪污户部 每一笔账目都可以追溯 其次 前朝原地确实赏赐了旅厂许多玉石字画 但刘伯温认为这已经是私人财产 至于旅厂光顾妓院的事情 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秘密 因为几乎所有朝廷的高级官员 都是那家妓院的贵宾 尽管旅厂没有犯下什么大罪 但朱元璋打算借此事件杀鸡警侯 整顿朝中大臣们的不正之风 于是他立即下令将旅厂隔职罢关 并流放到三千里之外 无意中也给了杨县杀人灭口的机会 旅厂仍然抱着平反的期望 但最终被判处流放兵官 这在他这个年纪基本上等同于死刑 刘伯温在城门为他送刑 眼睁睁看着这位老友年事已高 心中充满了愧疚 尽管他已经尽力而为 却未能拯救的 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是敬上一碗酒 刘伯温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朱元璋不可能如此残忍愚蠢 很可能这是一个设下的陷阱 于是他安慰旅厂要努力活下去 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洗刷冤屈 绝望中的旅厂颤抖着喝了一口送别的酒 他的命运未卜能否活着到达目的地 完全是未知之数 与此同时 朱元璋给二虎安排了一项秘密任务 让他带着亲信侍卫悄悄离开宫殿 如今鱼儿已经准备就绪 只等待大鱼上钩 果然朱元璋的猜测得到了验证 不久离开城门 两名牙役将旅厂带到悬崖边 准备将这位户部尚书置之死地 而正好在此时 二虎赶到并成功救下了旅厂 二虎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第一时间将刑部主事抓了起来 经过几轮严厉的审讯 这位胡大人终于揭示了背后操纵的人 杨相国杨县 杨县此刻心神不宁 焦急地等待着旅厂身死的消息 然而 他的房门被人推开 出现在门口的正是朱元璋的亲信护卫二虎 这让杨县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 二虎询问的是在等待着旅厂的消息 二虎的话震撼了杨县 他的震惊表情更加证实了他幕后操纵的身份 二虎毫不客气 立即宣读了朱元璋下令革职 且身负罪责的命令 此时杨县还想进行辩解 然而二虎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直接让人拖走了他 朱元璋感到愤怒不已 他对自己的判断感到失误 他哭泣地像个孩子 他一直以为自己无人能欺骗 然而结果被杨县这样的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马皇后在一旁轻声安慰 指出朱元璋这些年来一帆风顺 因此变得过于自信 这次的损失将成为他的教训 然而这位洪武皇帝仍无法原谅自己 无法原谅自己被杨县这样狡诈的小人所愚弄 突然间朱元璋对所有文臣都产生了怀疑 认为他们都狡猾而奸诈 书读的越多越是如此 马皇后担心朱元璋因圣怒而牵连无辜之人 急忙劝说道 如果不是朱元璋将杨县捧为掌上明珠 李善长和胡维庸早就将杨县揭发出来了 这事情只能怪朱元璋自己 怪他没看清楚 朱元璋听了马皇后的劝告 也对自己感到愤懑不禁给自己几个耳光 经过一阵耳光的抽打 满脸泪痕的朱元璋逐渐恢复了冷静 这位大明开国皇帝决心与杨县好好算一笔账 随后朱元璋在深夜召见阴病在家的李善长 笑容满面地询问他对杨县的看法 李善长还不明白朱元璋的用意 也说杨县虽然年轻但聪明能干 勇于承担任务 然而朱元璋大怒 杨县诬陷旅场 甚至企图将他置于死地 你知道原因吗 全是因为这个无名壮志 李善长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他捡起地上的壮志 急忙阅读了一遍 接着眼眶泛红地跪在地上 口中喊出了久未使用的称呼 上位 李善长一股脑袋 倾诉了内心深处的委屈 这个杨县在中书省威权灵人 专横跋扈 所有大臣都忍气吞声 朱元璋感到困惑 为什么众人都如此憎恨杨县 却无人敢站出来控诉 又不禁想到自己 曾经如此信任杨县 臣子们又怎敢提及 朱元璋的面颊一阵灼热 当初正是他安排杨县进入中书省 甚至一度想取代李善长 最为关键的是 李善长曾多次表示杨县不可信任 然而朱元璋却严厉驳斥 朱元璋无言面对这位老臣 自己这个皇帝站在谁的背后 大臣们自然会随波逐流 李善长无可究责 思及此 朱元璋问道 关于旅场在扬州期间的事情 你了解多少 臣并不了解 李善长回答道 但胡维雍好像知道一些内情 扳倒杨县是一项重大成就 李善长却将这个机会让给了胡维雍 这让朱元璋急得几乎要喷血 与此同时 胡维雍连夜从杭州赶回京城 得知杨县被捕后 他没有闲下来 第一时间准备好了所有的罪证和证人 胡维雍奉旨上书建言 指责杨县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提到了四个罪状 胡维雍早已牢记杨县的罪行 他在治理扬州的第二年 只完成了一半的土地耕种 而杨县却谎报全面完成耕种任务 所缴纳的税款 一半是通过逼迫百姓得来的 另一半则是从浙江地区购买的 尤其重要的是 被视为大明吉祥之兆的两株稻穗 根本不是杨县负责的田地所产 而是他花费十五两黄金 从南阳商人手中购得的 当杨县得到这吉祥稻穗后 他为了掩盖真相杀害了那位商人 然而商人的遗孀幸存下来 手中拥有杨县的证据文件 朱元璋愣住了 手中的证据让他难以置信 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杨县怎么会如此背叛他呢 胡维雍早已预料到朱元璋的反应 他将所有相关证人带到了京城 此刻正在等待朱元璋的召见 朱元璋无法接受自己提拔的杨县 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不仅欺骗了朱元璋的信任 还损害了他作为洪武皇帝的声誉 知府的话让朱元璋感到震惊 他差点晕倒在地 朱元璋一片茫然 艰难地回到自己的宫殿 他注视着墙上的祥瑞捣碎 感到自己十分愚蠢 他猛地抽出佩剑 脸上充满了愤怒 朱元璋被怒火燃烧着 他疯狂地挥动长剑 将杨县给他带来的耻辱击碎 直到将内心的愤怒发泄完毕 洪武皇帝才晕倒在地 杨县倒台后 朝中的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 朱元璋大为愤怒 朱彪也对这些见风使舵的大臣感到不满 既然儿子表明了态度 朱元璋再也不客气 他立即下旨 凡是在杨县倒台后 尚书弹劾的大臣 全部被降为官将一级 并罚奉一年 朱元璋的心感到阵阵痛苦 当初电视时 他将杨县视为正直的典范 在所有近视面前称赞他为楷模 现在回想起来 他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朱彪安慰说 这一切都是杨县的错 但朱元璋明白 作为皇帝 他没有任何借口 所有的对错和失误都必须由他来负责 他严厉地告诫儿子 文臣世子可使用但不可倾信 可认定但不可信任 杨县成为了最好的教训 朱元璋认为与文臣世子相比 那些粗鲁的武将更为简单可靠 同时更忠诚 然而朱元璋并不了解 大明朝的武将几乎被他所剿灭 就在这时 胡维雍匆匆赶来 杨县毫不否认自己的罪行 他立即全盘招供 甚至未受到刑罚就已经交代了一切 他跪地求饶 眼泪和鼻涕汇成一探 不停地磕头 承认所有的罪行 只求朱元璋饶他一命 曾经的宰相杨县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这验证了老话中的高飞摔得很 胡维雍看着贵岛在自己脚下的宰相 感到无比得意 皇帝已经下令 你将遭受刑命 你将被无马分尸 你说 作为臣子 我该怎么办呢 杨县越发愤怒和狼狈 而胡维雍则更加高兴 未来的事情 谁也无法预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我能看到你的结局 而你却无法看到我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讲述下去 感谢观看 好